今天很高興請到一位嘉賓 跟我們一起行山 看看有的樂園 今天會帶大家去鶴咀 那怎樣才來到呢? 其實乘9號巴士在鶴咀的站落車 或者乘紅色小巴都會來到的 那其實下車之後呢 都是一條路這樣下來的 那我們走吧 那其實剛剛沿著欄杆旁邊的那條泥路 一直走下來 再跟著這些欄杆繼續走 就看到樂隊的燈 一路依著綠色欄杆 向著大海走就可以了 來到這個位置呢 我們就見到一個分叉路的 右邊呢就是去石灘那邊 左邊呢就是去燈塔那邊的 那我們上去看一下 來到這個分叉路口呢 我們轉右經過那些小屋子繼續走 我們已經來到燈塔了 我們先看看 哇那些路燈都弄到好像一個燈塔那樣 真是不說不知呀 原來鶴咀這個燈塔是最古老的燈塔來的 在1875年建成的 現在已經成為了法定古籍啦 我們剛剛就看完燈塔了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這個 海洋港的區 Let's go 哇這裏海洋區真是好美呀 那些顏色應該很白 好我們下去雷陰洞看一下 雷陰洞其實是一個海食洞來的 當水沖入這個很窄的洞口的時候 會發出一個好像雷那麼大聲的聲 所以真是氣勢逼人的 原來香港有三個海岸保護區的 我們來到鶴咀的海岸保護區啦 我們先進去看看 Let's go 這裏有兩隻死蟹喔 咦這隻還要被人幫助學問啦 我希望那些人不要這樣做啦 因為這裏 好像是自保護區來的嘛 還有不要殺害他們啦 是吧 我們先看見這個鶴咀的那邊的呢 其實呢 這條鶴咀的就是 他經過了維多米的房間之後呢 他覺醒了 他便帶來學生的海洋區啦 可惜上次颱风山竹 将它吹到散晒了 这里就是蟹洞了 看看这里真的好泪浪 其实学了这一段时间 已经成为了不少人的打卡热点 更加有些旅行社举办一些团来这里参观 但是,你们要记住 这里是海岸保护区 千万不要破坏到这里的生态环境 除此之外 自己的垃圾记住自己带走 不要留在这里 这个位置看出去真的很漂亮 很壮观 可能因为吹阵这个位置 所以这里真的很大风和大浪 除此之外 这里是不可以钓鱼 和做任何的水上活动 如果我爬上这个小山幽的时候 记住小心一点 因为岩石也挺尖的 你有什么感受? 我今天来了这个叫做鹤咀 我是人生第一次 这么大个儿子第一次 真的去爬这么高的山 和看这么漂亮的海 比较想像中更漂亮的 希望下次会再来多次这里 还有我会建议大家来这里 你们这么说 我觉得这里其实很漂亮 反正这里是自然保护区 那这里全部海浪都很清 也很少呼烟 还有我正在身上 当时我也挺害怕 有一个位置 真的可以看到下面很深 大约实体这么高的 但是我也克服了自己的位置 我看到其他人 今天也有人拍新衣裳 所以可能今天真的很好天 所以很多人都来喝水 今天就带大家来到这里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 可以留言给我 或者如果你不想 和你一起上来 这个影响出现的话 我给你一份 和我们在留言说一句 就可以了 我一定会回复给你的 好了 记得订阅和赞我的频道 我们就来到这里 拜拜 我们走的时候 看到一棵类似菠萝的东西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如果知道的留言留言给我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